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詢問荃灣有什麼好東西吃的? 很簡單 介紹一下 那裡樓下有一間越南粉麵 那它吃什麼出名? 它那個山牛河很好吃 山牛河很好吃 還有它的豬頸,燒豬頸也很好吃 嘩,厲害 Hello,你好 荃灣有什麼好東西吃? 越南那家綠色列腦 綠色列腦,什麼列腦? 山牛肉列腦 Hello,你好 我想問荃灣有什麼好東西給大家介紹一下 荃灣有綠色列腦 現在可以吃牛肉糠粉和可intense好東西 可以吃牛 taste了 我們試試測на 是這間 街坊說下來樓下吃越南菜 就是這間 說被我找到了 街坊說叫什麼食物呢 妹妹說什麼 生牛肉撈蒙 生牛肉怎麼撈蒙 生牛肉 湯河來的 妹妹 那就叫一個 生牛肉湯河 說了豬頸肉 還有海南雞飯 限量發行 還有我自己喜歡吃春卷的 叫春卷 馬上試味 來到這裡 其實不單可以外賣 還可以站在這裡 立食也可以 這個湯是最重要的 它有牛骨 有牛腩 還有雞肉 熬了十個小時 慢慢熬 所以它的湯非常濃郁 給大家看一下 嘩 真的很多料 嘩 正呀 牛肉 牛腩 蘿蔔 好軟 好味 好入味 而且有一點感覺 好像吃日本拉麵的豬骨湯底 夜王海南雞飯 先說一隻雞 店主很有心思 其實一叫的時候 你不用特別禮拜 我要雞腿 因為它必定是給雞腿 還是去骨的雞腿 好了 飯來的 是不是很漂亮的顏色呢 當然了 就用了這個夜王水去煮 而且就是用這個新鮮的黃薑 在煮好飯之後 倒入這個夜王當中 蓋著蓋子 焗一會兒 這樣才上碟 即是說一揭開的時候 好有夜王的感覺 那個雞咬下去的時候 它中間那一層大家都很想吃到 海南雞飯必定要有 那隻雞就是有一個啫喱狀 肉腿夠滑 好了 說到飯了 必定有這個夜王味 而且絕對不油 這個很重要 那這裏當然 即叫即炸 其實它每天師傅親手做的 那裏面的餡料有什麼 有我和你的粉絲 還有木耳絲 還有蘿蔔絲 還有雞絲 對 另外當然 豬頸肉 剛剛那個很可愛的妹妹 說你一定要去吃那個豬頸肉 很好吃的 那當然要叫 豬頸肉有什麼特別呢 當然 廚師用越南的方式去醃製 還有即叫即燒 現在490年 聽音樂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